雙B車停在路口等待左轉 當時亮著綠燈 但駕駛遲遲沒有移動 直到7秒過後 路口號制從綠燈轉為紅燈 並出現左轉號制 駕駛才左轉通過 這讓後方駕駛人又氣又無奈 檢舉無故於車道中暫停 自發在彰化彰水路 縣東路一段的路口 雙B車駕駛被開出一張紅燈 是有寫明左轉彎 唯一號制只是行駛罰600元 不曉用路人納悶的是 原型綠燈到底可不可以左轉 求證警方不管是 三燈是號制或四燈是號制 只要原型綠燈亮起 通通可以左轉直行或右轉 車輛在面對原型綠燈起亮時 是可以直行即左右轉的 左轉鏡頭綠燈起亮時 是儘準左轉彎行進的 不曉用路人似乎都覺得 綠色只是箭頭亮起才能左右轉 卻反而有可能遭到檢舉 導致核爆失線 暫定新聞許書尾正好報導 是要不要以太陽顛簽 看來看天出的 搞得很快 就不曉得